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奔跑吧 特别记昆明站 天呐 这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 周深露天演唱开口吓坏外国游客 谁曾想浙江台的真人秀节目 奔跑吧 7在紧开播一期后 就以出人意料的表现成功压倒了 芒果卫视的竞争对手 这突如其来的成功有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 新一季的节目有意义和效果上 都与之前的季度有了明显不同 相比之下更强调形式胜过内容的节目 奔跑吧 7不仅注重游戏要素 还充分展现了地域特色 历史文化等元素 观众在明星艺人的精彩表现中 还能获得关于拍摄地的有趣知识 实际上成为一种文化输出 这种综艺性的娱乐内容 既有效点又传递正能量 相较于其他同类型的节目 更具吸引力 其次 蔡徐坤一位档期员 因为能够参与本季的录制 尽管这令她的粉丝感到遗憾 但导演并没有没守成规 而是出人意料地邀请了两位一流的替补嘉宾 宋雨琪和范澄澄 这两位艺人都曾多次与浙江卫视合作 宋雨琪曾参加奔跑吧黄河边 而范澄澄在青春环游记中与周深等人合作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加盟为整个节目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增加了娱乐价值 第三 本季节目最大的亮点是周深 无论是在真人秀的情节还是游戏挑战中 这位大魔王都散发着偶像的光芒 他一直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从未采取不公平手段来取胜 这在首期的城市追击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尽管有机会击败其他嘉宾 但周深出于安全考虑 选择了保持友好 这种高情商的行为在这个小细节中得以体现 综上所述 这三点正是奔跑八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目前大多数观众都期待着第二期的节目 因为周深将带领全员回到他的家乡贵州 并重返自己的母校 在校园拍摄结束后 周深主动下车与粉丝互动 这一系列走心的举动温暖了众多粉丝的心 与其他嘉宾不同 周深对粉丝的关心和尊重一直让人印象深刻 他时刻树立着偶像的榜样力量 这在贵阳地方电视台举行的发布会上 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发布会上 周深活力四溢 与其他成员一同欣赏了贵州特色的苗祖舞蹈 体验了当地的高山流水 他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家乡发声 还鼓励年轻人要积极成长 不要等到百分之百准备才出发 这番言辞深深触动了许多观众的心弦 如果这一部分被编入正片 势必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粉丝们纷纷表示他们感到幸福 因为周深如此亲近 甚至主动要求合影 这一现象再次证明了周深 一直在树立榜样的力量 最终奔跑八七的成功 不仅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 还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不同于其他真人秀节目周深的主场 贵阳地方电视台 在发布会上表现出色 获得了央视频的点名盛赞 发布会中 苗族舞蹈 贵阳化教学等充分展现了贵州特色 周深以身作者 用实际行动为家乡代言 这一举动引发了众多声明 前往贵阳的热情 他们希望重走奔跑八的足迹 感受周深曾经生活过的土地 这一消息在各大媒体上广泛传播 获得了央视频的点名盛赞 事实再次证明周深是当下年轻人 最值得崇拜和追随的偶像之一 他不仅在娱乐领域取得巨大成功 还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发声 成为了榜样的力量 对于周深为贵阳发声 并获得官媒点名盛赞的高光时刻 各位观众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呢 这次周深为贵阳发声的高光时刻 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 他不仅在娱乐领域展露头角 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传递出 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年轻人的鼓励 这种积极的精神在当下社会中格外珍贵 也让更多人受到了鼓舞 不同人对周深的这一举动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偶像 不仅有才华还有责任感 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更多的人 他的举动不仅表现出对家乡的感情 还表达了对年轻一代的鼓励和支持 这种正能量是社会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可能会觉得周深的行为 只是塑造自己的形象 以获取更多的关注和粉丝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 他的行为都为家乡贡献了正面的宣传 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榜样 总的来说周深在奔跑把其中的表现 以及为贵阳发声的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艺人 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公众人物 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这种偶像形象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塑造 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因此他的高光时刻不仅仅是一次娱乐节目的亮点 更是社会中的一盏明灯 为我们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在亮点方面 特别季将设置一系列新鲜刺激的挑战式案 如高空攀登赛 潜水挑战赛等 这些挑战赛不仅考验着嘉宾的体能和勇气 还需要他们的智慧和团队合作 此外特别季将录入一些小游戏环节 让观众和嘉宾们能够更加互动 增加节目的娱乐性和可玩性 范诚诚的加入给节目带来新的风貌 范诚诚作为新加入的常驻嘉宾 将为节目带来全新的风貌 范诚诚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个性魅力 成为年轻观众们的偶像 他的加入必将为节目注入更多的活力和魅力 使节目更贴近年轻观众的口味 扩大节目的影响力 周深的人气高涨与观众追捧 在特别季将录的嘉宾中 周深拥有着极高的人气和影响力 作为一位实力唱将周深凭借其高亢激昂的嗓音 和出色的演创技巧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他的加入无疑为特别季增添了一份热爱和关注度 周深的加入也为节目注入了一抹音乐的色彩 在特别季将录的录制过程中 观众可以期待周深用他澎湃的嗓音 为节目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感动 同时周深与其他嘉宾之间的碰撞和默契 也将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焦点 特别季将录的开播时间和期待 特别季将录预计将于近期开播 让观众们期待已久的竞技节目将会再次的回归 观众们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精彩的挑战和比拼 期待能够看到嘉宾们的默契和友谊 同时也是期待范澄澄和周深的加入 能够为节目带来新的火花和惊喜 特别季将录即将给观众带来一场全新的奔跑之旅 范澄澄的加入以及周深人气的高涨 为节目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关注度 观众们期待着这个特别季的开播 期待着能够看到嘉宾们在挑战和竞技中的英勇表现 也期待着能够看到嘉宾们之间的友谊和默契 相信这个特别即将录一定能够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谢谢敬请关注哦